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因为小三可以获得很多不用力气和能力就可以获得的东西 甚至有些小姑娘不甘心于做小三 也不满足做见不得光的情人 而是想要成为跟原配妻子一样的人 但是现实不少女性 为了自己爱慕虚荣的心 为了满足自己的物质欲望 而去选择做有钱男人的小三 做小三的女人可能最开始没有想伤害原配或者上位的心思 只是单纯地想搞钱 但随着和男方的感情升温还有极度心理 小三也有了取代原配的想法 我叫静静 今年三十岁 还是单身 在父母亲戚眼里 我是大龄圣女 面对家人的唠叨 我总是敷衍了事 为了不让父母担心 每年春节回去过年 也会去应付下 亲戚朋友介绍的那些相亲对象 我现在的状态属于高不成低不就 条件好的男人不会找我这么大年纪的 条件差的男人我看不上人家 造成现在这个原因 主要是我这些年做小三的经历害了我 我从小就长得比较漂亮 继承了父母所有的优点 身材苗条 个子高挑 五官又属于比较精致的那种小女人长相 长得漂亮的女生多少都会有点傲气 从小读书我就被那些男生围绕着 以至于我的学习成绩一直不太好 读完初中 没能考上高中 我就辍学了 出去打工 在工厂做了一年流水线 很快我就厌倦了工厂枯燥的工作 在我19岁那年 我报名了一个技校 学计算机办公自动化 那时就想等毕业了 可以出去找个文员的工作 也算是办公室白领了 在技校读书的时候 我被不少同校男生追求 但是我都一一拒绝了 我是个现实的人 我不想找一个穷的男人过一生 我读的是一年制的 毕业后 我就和亲戚到了上海去寻找发展机会 虽然我学历不高 但是凭借我教好的外在形象 很快在一个大酒店找到了一个前台的工作 就是这份工作改变了我之后的命运 工作的特殊性 我们可以接触到不少的大老板 或者有钱的男人 看着那些人灯红酒绿的生活 那时真的很羡慕 也就是在这里 我认识了那个让我今生难忘的男人 他叫周哥 是一个公司的老总 偶尔出差 就会到我们酒店住宿 认识周哥时 他刚好四十出头 都说男人四十一枝花 这话一点都不假 他有钱有风度 有风趣幽默 很会讨女人开心 周哥每次来都会给我带礼物 包包衣服化妆品 很快我就沦陷了 我们在一起之后 他让我辞掉了在酒店的工作 给我在高档小区租了一套房子 每个月零用钱都是上万元 对于当时工资只有2000-3000的我来说 可以说是个天文数字了 他带我参加各种高档的酒会 让我见识到了另外一个 我从未见识过的世界 周哥对我出手也很大方 名牌衣服 化妆品包包 只要我喜欢的 他都会给我买 也就是在那时起 我的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 认识他之后 我的朋友圈就是各种晒我的精致日常 不经意间晒出大排包包 最新款手机和高档护肤品 之前的同事同学和在老家的那些亲戚熟人 个个都夸我 说我现在漂亮得像个女明星 他们不知道的是 我每年用在护肤上都要花掉好多钱 其实我知道周哥是有家庭的 家里有老婆和孩子 我那时也没想过要他离婚和我结婚 他也从没有提过说给我个名分 只是跟我说 想买啥都会满足我 他不缺钱 他是爱我的 可能年纪小 心里也确实不成熟 没有想过将来怎么办 家里人都不知道我在外面做小三的事 亲戚朋友都忙着跟我张罗对象 每次相亲对象都对我很满意 但是每次接触过一段时间 我都会找理由 慢慢地冷淡他们 然后找机会提出分手 在家里相亲的时候 我也跟周哥说过 他很生气 说我和别的男人交往 他很伤心 哪怕什么事都没发生 也不行 后来几年家里再提相亲的事 我就以暂时不想找对象 唯由拒绝了 爸妈催我 我就说在外面有交往的对象 等时机合适 就会带他回来见他们 每年 我都会拿不少家用给爸妈 对于我在外面的事 他们也就不再干预 在我做周哥情人的第五个年头 随着我们相处的时间 越来越久 我发现我对他有了真感情 我不再满足 只做那个不能见光的地下情人 甚至每次他回家陪老婆孩子一段时间 不来找我 我一个人都会难过很久 每当这时 他就会在我身上发更多的钱 来哄我开心 静静 我是真的很爱你 我的心 还有我的人 都给了你 平时你要啥 我都会满足你 钱你随便花 我从来不会心疼 我根本不爱我老婆 只是出于家庭的责任 离婚是不现实的 他总是这样跟我说 他对我是真的好 我和他在一起几年 从来没有下过厨房做过饭 偶尔他有空 就会做饭给我吃 平时都是外面吃或者点外卖 家里的卫生 也会定期找小时工来打扫 我平时就没美容 出去购物逛街和养宠物 我都不敢想象 如果离开他 我能过什么样的日子 我就是被他圈养起来的金丝雀 他所有的柔情和浪漫都给了我 各种纪念日 都会给我不一样的惊喜 情话更是天天说 我跟了他八年多 看着他从一个小老板 做到一个大公司的老总 他也把我养成了一个 没有任何生存技能 只会花钱的女人 本身我就比较懒惰 不太爱学习 这两年 他来赔我的次数越来越少了 每次问他 他就说公司扩大业务 平时很忙没有时间 我开始恐慌起来 后来我找了个私家侦探去跟踪他 才发现他又有了新欢 新欢是他们公司的一个职员 年轻貌美 刚出校门的大学生 当私家侦探发给我照片的那一刻 我彻底猛了 原来他说的那些忙碌的日子 都是在陪另外一个女人 做小三的人结果被小三了 可气又可笑 一时气愤我把他和那个女的的事 发给了他老婆 没想到他老婆很淡定 给我打来电话 冷冷地说了一段话 你以为这些年 我不知道你的存在吗 是个男人都会偷心 尤其像我老公这么优秀的男人 不管他在外面怎么玩 只要我在 你们都是见不得光的小三 现在告诉我这件事 你应该能体会当时 我知道你们之间的事实的感受了吧 好自为之吧 趁着年轻找个男人安慰地去过日子 偷来的总归是要还的 对于他的话 我无力反驳 毕竟是我破坏他们的家庭 有错在先 我发信息给周哥 责问他和那个女人的事 本以为他会来哄我 没想到却是冷冰冰不耐烦的态度 如果愿意跟我 我会继续养着你 离开我 这样的生活就会变成奢望 不要去骚扰我的家人 你以什么身份 吃我的用我的 我养着你 如果再敢无理取闹 我和你的关系就此结束 曾经的海事山盟甜言蜜语 此时却是如此的冷漠和无情 咽不下这口气 我跟他要了一笔钱 结束了这段不堪的关系 面临三十岁的年纪 已经不再年轻 虽然平时保养得好 看着像二十出头的小姑娘 但是现在想找一个像周哥这样条件的男人来结婚很难 差得我看不上人家 好的人家看不上我 女人最尴尬的年纪 所以奉劝那些为了钱想去做别人小三的女人 一定不要走错路 不要拿青春去赌明天 有可能像我一样输得很惨 虽然选择什么样的人生都是自己的自由 但是像文中的静静 本来有着很好的样貌 完全可以凭借自己的努力去创造更好的明天 在年轻的时候 找个好男人安稳地嫁了 虽然做小三 让他过上了人人羡慕的生活 但是偷来的总归是要还的 现在到了三十岁的年纪 在那个男人身上耗尽了青春和感情 想找个男人好好过日子 也难得找到合适的 永远不要拿青春去赌明天 你也不知道是赢还是输 有可能会输掉一辈子 甚至更惨 但也有一些男人脑子比较火热 他们更愿意为了情人去抛弃自己的妻子和女人 但大多都落下了一个妻离子散 连情人都走了的下场 我今年三十七岁 本来生活还算幸福 有个贤惠体贴的老婆和一个可爱的女儿 如果不是遇见她 我这辈子或许能停静地生活下去 我们家在一个南方小镇 家里的生活笔上不足笔下有余 我在一家国企当主管 月薪足够我们一家 在这里生活得很好 我父亲开了家百货超市 每年也有一笔不小的收入 人人都羡慕我的生活 有车有房有存款 这样的日子 我也觉得很满足 意外发生在我三十一岁那年 那年公司办公室新招来一个文员 比我大一岁 名叫小美 她人长得很漂亮 因为工作上的原因 我们经常在一块聊天 接触得越来越多 我对这个女人就越发着迷 她温柔 漂亮 又善解人意 聊天中得知 她老公赌博成性 欠下上百万赌债 从此为了躲债 不见踪影 她一个人带着两个儿子 在娘家生活 听了她的经历 我越发怜悯起这个可怜的女人 一次公司聚会 大家都喝了酒 聚会结束 我开车送她回家 那次我们发生了不该发生的事 不知道是对我真的有感情 还是因为一个人带两个孩子 压力比较大 她选择了做我的情人 那以后 我们常常在一起 带她逛街购物买包包 给她零花钱 来减轻她的压力 她常常跟我诉苦 老公也不知道去哪里了 她一个人养两个孩子很吃力 每当这时 我就特别心疼她 我们两个人在一起几年 我在她身上花掉了几十万 还有一部分钱 是跟我爸要的 跟她说我投资项目用 很快 我老婆知道了这件事 跟我大闹了一场 虽然觉得对不起妻子和女儿 但是我觉得我跟小美是真爱 不是那种龌龊的婚外情 老婆闹完之后 还是选择了原谅我 让我必须和小美一刀两断 不然就离婚 听完这话 我倒不怕离婚 我怕的是和小美断了关系 这时候我才发现 我对小美的感情已经很深了 到了无法自拔的地步 我问小美 如果我离婚了 你会和你老公离婚吗 得到的是肯定的答案 小美说她早就想和她老公离婚了 只是她老公不同意 才没有离城 很快 我不顾亲戚朋友 还有父母的反对 选择净身出户和前妻离婚 然后和小美住到了一起 我是真的打算和她过一辈子的 我们同居后 我就把工资卡交给了她 那些亲戚朋友都说我傻 抛弃妻女去养别人的两个儿子 为这事 我父母都和我断绝了关系 不肯再给我一分钱 因为小美老公一直不肯签字离婚 我和小美也只能 一直是这种不光彩的关系 小美说 她会跟她老公离婚的 再等两年 我相信了她 逢年过节 我像别的女婿一样 给她爸妈送礼 虽然总有人在背后指指点点 我都不在乎 在我们同居的第四个年头 她老公回来了 为了小美 我和她老公 还狠狠地打了一架 我们都被请进了派出所 闹得人尽皆知 父母为这是要死要活 说我不要脸 让他们老脸都丢尽了 这些我都忍了 这么多年 那么多的流言蜚语 指指点点 我都挺过来了 让我无法忍受的是 小美居然选择回归家庭 不管我怎么苦苦哀求 她都铁了心要和我分手 我对你真的有感情 本来也是准备离婚和你结婚的 但是你现在看到了 她回来了 而且住在我娘家不肯走 又有两个孩子 她拿孩子要挟我 并向我保证 以后再也不堵了 如果不是她回来 又死活不肯离婚 还有为了孩子 我真的会离婚和你在一起的 小美边哭边说 小美的男人 我有所了解 是广东人 家里也算是个富裕家庭 开始嫁给她时 小美也是风光一时 后来她沉迷赌博 欠下百万赌债 才消失了这么多年 现在她男人把赌债还清了 又回来找小美好好过日子 而且赖在她娘家不肯走 在附近找了份工作 和小美同进同出 我这个不光彩的第三者 也没有理由和她再继续下去了 我恨她的无情 但是不怪她 这是我的报应 为了和她在一起 我居然连老婆孩子都不要了 父母亲戚骂我活该 让我和前妻复合 我哪里还有脸去找人复婚 而且这段感情 我是真的动了真情 没想到贿赂的这样的下场 婚外情本身就是错误的行为 既破坏了别人的家庭 又毁掉了自己的幸福 你觉得你和小美是真爱 那开始和你老婆结婚的时候 又是什么呢 种啥因的啥果 当初不顾父母亲戚的反对 现在一无所有 这也是你必须要承担的后果 已经发生的事 再后悔也于事无补 希望你以后不要再犯这样的错误 好好珍惜眼前人 与其说婚外情的人可怜 不如说他们是活该 婚姻的本质就是忠诚 如果对婚姻都已经不忠诚了 那就是对另外一个人的不负责任 所以无论是姑娘们还是小伙子们 都要想清楚了再走入婚姻的殿堂 故事讲完了 我是爱惜 点亮频道的小铃铛 下一个更精彩的故事 恭候您的到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